好的來到雷子Fan聯播網早上的11點04分 今天錄音室裡面呢是一個瘦子VS瘦子的會面時光 來到錄音室裡面你是我是瘦子阿關 你是誰 我是 我是不好意思說 你是瘦子 我覺得最近沒有很瘦 真的嗎 你變胖了嗎 我有變胖 變胖了各位 孫燕姿竟然會說他變胖了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恭喜你啊 謝謝 所以現在就是那種處於一種 大家會說是幸福肥嗎 是吧 就把它歸類定義為幸福肥 嗨燕姿你好 嗨 哇距離上一次這個科普勒已經又過了 三年 三年了耶 我的天兒啊 時間過得如此的快速嗎 但是燕姿你有說 這一次你帶來一張比較成人的專輯 成人專輯 這是怎麼回事呢 嗯哼 彈開裡面就知道了 來聽一首歌 嗯 因為我覺得他的 當然他的話題是吸引人之外 其實他是在 有點在 在觀察一個人的一個 呃 狀 那個時候的狀態 對對 然後嗯 當然我覺得立志的開心的正面的歌曲 其實我們都都有接觸到了 對 那我其實覺得現在社會其實滿滿是在改變的 嗯哼 那一些灰暗的東西 我覺得與其把它放在心上 不如把它拿在檯面上聊 嗯哼開 欸我現在是這個狀態 對對對 那就是用那種 嗯 用看的 用觀察的 來來看你自己的的的那個那個樣子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說的很多 因為人生並不是那麼絕對說會處在一個 快樂 很透明的 很潔白的世界 那麼的美好 對當然 是有一些黑暗面的 是是 那當然是我們的想要追求 追求東西 嗯 可是我覺得真實面 我們就是有那麼多那麼多的 呃 明跟亮 黑 黑 不快樂的事情 怎麼就會發生嗎 對啊 對啊 所以把這個最真實的狀態 放在此時的專輯裡面 是 對啊 所以燕姿真的等大人 等大人 花甲女孩等大人 哈哈 我們就跟這個燕姿一起來 進入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很多人都說 哇 第十三號作品 跳舞的飯谷第一首歌 感覺很魔幻 嗯嗯 然後很有畫面 嗯嗯 然後你在MV裡面 你在跳舞旋轉 嗯嗯 所以恭喜孫導演 哈哈哈哈 欸 導演欸 對 我反覆看了好多次 覺得他真的是想要講一個 有點點 懸疑的故事 是不是 他他他他他有一點 對 我覺得因為 可能我在 呃 想要推推廣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他 他需要更多的 呃 肉 他需要更多的畫面 來 嗯 來支撐他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位置 對 所以呃 那時候就覺得 好我要再講清楚一點 雖然你看MV 你會覺得 欸 不是很清楚 可是其實他跟歌是 很有關聯的 對對對 就是因為 也在講飯骨的那個時候 嗯 然後我也有在想說 我們平日的 是有一個 有一個schedule的 嗯 我們在 在follow 嗯 然後有時候你會不知不覺 因為覺得 這是你應該做的事情 而 而你會陷入一個狀態 嗯 然後到最後如果 慢慢的有些變化的時候 你是不是擁抱他呢 嗯 然後讓就是可以直接擁抱他在這個時刻 對 嗯 所以可以看到那種 黃衣孫燕姿 然後紅衣燕姿 然後呢 白杯子變成紅杯子 很多可能說 你最後那個眼神 很犀利耶 大家覺得 唉呦 那種你知道 理智裡面又有一點瘋狂 嗯 所以其實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瘋女人 哈哈哈哈 還是 其實我是一個理智的女人 其實你在性格裡面 應該是有一些狂野的部分 有些狂 有一些野 然後呢 平常用很理智 很淡定的 對 神情在包裝他 我是我是 真的齁 我覺得大家都在尋找自己 對對對 他他他對 對啊 我覺得很好玩 哈哈 看起來你好像好像蠻得意的齁 因為我覺得很 因為過程很high 很好玩是不是 對 欸 所以我這樣問 你有沒有因此就是 覺得說 唉玩影一下玩上影 覺得這樣子的嘗試 好像蠻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就多拍一點 有想法你就要去做 而且這次 我也跟導演 呃 呃 小靈 有另一位導演 對 他跟他 他也是 很支持 哦 好啊 然後很 他也很喜歡那個過程 這樣子 對啊 所以你要找到對的夥伴 然後去執行這樣子 就會很有火花啦 對啊 所以我聽說 這個跳舞的飯骨 是你三年前 當時聽到Demo 就覺得很喜歡 我覺得 他的 他的話題很吸引我 所以他很神奇耶 嗯 他三年還沒有被你忘掉 對啊 他還存在著耶 所以他真的是蠻有魔力的 他有一種魔力 我覺得他 就是 呃 小王子跟寫詞人 他們 他們其實都 都 就是有那種年輕人的 他會 他會 比一般的歌 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抓住這一點 嗯 我要去把他 再放大 再放大 這樣子 所以聽說這個 跳舞的飯骨 他的這個Demo版跟後來的完成版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嗎 是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 他已經有那個幻想 我只是把他變成比較 呃 更自明化 更自明化 更大一點 對對對 所以這次當初的這個 有一個比較魔幻的 充滿了這個懸疑畫面的開始之外呢 當然 還有一首歌 我很愉快 一定要聊一下 哦呀 這個歌我覺得很妙 我一看那個歌詞本 我就說 就這麼多字嗎 對 就這麼一點點字嗎 那十行 我去數一下78個字 哦 所以我看過覺得 字數最少的一首歌 對 他是 對啊 所以 這個歌其實我覺得 唱著我很愉快 可是其實情緒一點都不愉快 我也覺得 對啊 所以你那時候在唱的時候 在想什麼啊 而且我們通常聽Demo 嗯 我是先聽旋律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是我先把它放在一邊 因為我覺得旋律不錯放一邊 可是他是後來我看了歌詞 我就覺得 Yeah 他就直接就中了 因為歌詞不好寫 呃 大家都好像很想要描述一個東西 好像想要講清楚 可是他的反而是 請不要說我瘋狂 請不要說我想想 可是這個人有沒有在瘋狂的 他其實就是 他瘋了 對 可是他不想要你來告訴他 或者要聊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是一個很 好像很熟悉的一個 的一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呂康瑋這樣看完他的詞曲 我覺得他是一個詩人耶 哦 因為才78個詞 我就覺得 哦 如何撐起這一整首歌的時間 Yeah 然後我覺得 哦他很厲害耶 對 然後我覺得 Can Can C 是編劇人 我覺得他也編得很好 對啊 這個歌怎麼會這樣 就是那個 那個鋼琴 有點走音走音 對對對 然後彼彼彼彼彼彼 這樣就分差了 對 可是就是 不然你就 哎天啊 這個歌 渲染力好強喔 我記得我們錄完的時候 也覺得好難過 對啊 所以那個各位 夜深人靜 不要聽這個歌 情緒很低落 也不要聽這個歌 你們 你們可能要在 就是天亮的時候 嗯 在播歌 對 但是我覺得 他就是有一種很 我不知道耶 就是會淡淡的哀傷 然後就是那種 淡淡的凝重 對 沒有那麼的 覺得好像so sad 覺得人生沒希望 可是就是有種淡淡的 會講鬼口 對 會鑽到你心裡面去那種感覺 對 這個歌真的是很恐怖啊 我覺得 對 字數雖少 可是是一首殺傷力很強大的歌 所以燕姿這個專輯裡面 你自己擔任製作人啊 有沒有哪一些歌 是你特別想跟大家聊 也許是還沒有被端出來主打的 可是你覺得哇這個歌 一定要跟大家今天訪談當中介紹一下 我當然就是以我來講 我其實就是整張在在做嘛 所以嗯 從一開始可能 販骨是一個不回顧不頑固不遲處 你懂不慶祝 啪 然後對 可是那你最後要講什麼 其實我希望說有專輯的人 可以聽到最後是極美這首歌 極美 然後極美其實也在講說 我們在麥田裡相聚 對 那為什麼要麥田呢 其實販骨也有一張畫 就是麥田與烏鴉這樣子 然後他也結合了就是 第一首開始的風衣 風衣在舊 他還是幫你當 當那個寒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想講的就是 雖然一開始好像逼你面對這些東西 可是到最後呢 我們是歡慶的 就是極美歡慶 這個這個Idea對我來講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尾 嗯 因為呃 有有很多灰的東西 可是 因為麥田對我來講 好像到最後 到最後是什麼 嗯 當然飯骨後來也也也過世 對 最後我覺得像麥田 對有些人在 來講可能是天堂 嗯 看看你的信仰 對 對有些人是沒有東西 嗯 或者說 它是一個空間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覺得在麥田裡相聚 極美歡慶 其實這個是最後的重點 嗯 這樣子 一個很有詩意 然後給大家那種希望的感覺 對 不是那麼全然的絕望 對對對 大家都在麥田裡面相聚 可以營造更多更美的未來 是是是 OK 所以今天很開心跟燕姿聊了一聊 我們先稍微的這個休息一下 想等一下回來繼續聊天 絕美的跳著舞的燕姿 這是她個人的第13號作品 跳舞的飯骨 歡迎燕姿 嗨 剛剛這個上一段 我們以這個 呃 絕美的一首歌曲 作為了美妍的Ending 我們在麥田中相遇 不過還是要問一下燕姿 12月份是這個 所謂的發片大月 對 你最近有聽一些別人的歌嗎 你知道 寶寶還沒 對 JJ 明君姐 對啊 Lala也發片了 Lala 對 是Jay 有沒有那個給這些好友天王們一些 你知道 自己聆聽完他們新歌的一些感覺 然後一些鼓勵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專長 你知道嗎 很 我覺得剛好 欸 大家都出來 對 然後很 很熱鬧那種感覺 感覺年底像精銳進出 2010年有個非常好的Perfect Ending 對不對 所以呢 提到說這次這個Lala的歌 他去日本的大雪山拍攝 那種是大山大景 然後你到冰島 Oh yeah 你的風力到了冰島 也是一種很絕美的那種感覺是 人間的美景欸 所以到冰島去拍 有沒有很冷啊 冰島 其實 冰島沒有我想像中冷 唉唷 當然 當然 可能 我是跟那個 紐西蘭的 那個冰山 可是 那時候風吹還是蠻恐怖的啦 蠻凍的 就是大到你會跌倒的那種 但我覺得 因為很奇怪 你知道嗎 所以就這次跟這兩個影后 在MV當中一起飆戲啊 有沒有覺得深深的被震孽到 我覺得他們好 我覺得 你看著這些 這兩位影后就覺得 年紀大真的有年紀大的那個美麗欸 而且他們很 很輕鬆 哦 很輕鬆欸 他們 它是有一個很 自在的感覺 然後 然後 包姐 還有 包起鏡 還有 對 路易鏡 路易鏡 路姐 我們在那邊就是 怎樣 因為天氣冷 然後路姐就拿一個 VSOP 那個 威斯基就拿出來了 OK 然後大家就開始 開始在取暖 對啊 所以 彥斯你真的有想過 每次都要問說 你有沒有考慮要演戲啊 因為很多人說 其實你有一張電影臉 呃呀 就是很上季 然後 然後有想過說 挑戰一下嗎 我覺得我要 我要 一定要 最少演一部戲 是 各位 但我不知道這部戲是什麼 什麼時候會單身 什麼角色 對 還有什麼時候會出現 因為 因為可能 很多 像很多戲是 可能是 那種大片 要我演古裝那種 吊鋼絲之類的 我覺得 重點不是吊鋼絲 而是我沒有 古裝臉很大 哦 你的臉太現代了 是不是 如果你把搬弄成貂蟬 怪怪的 戲師 是不是怪怪 感覺啊 好像哪裡不太對勁 而且我的聲音 我不知道要怎麼 放在哪裡 對啊 吊鋼絲 澄湊 澄湊來了 澄湊來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不能 不能鼓裝 沒有說服力 那演女警呢 女警 打仔 打仔 可能可以 打仔可能可以 但我會笑吵 哈哈哈 你這樣一講 那就好吧 那我們就麻煩各方 各方的導演 編劇 如果真的覺得有適合孫燕姿詮釋的角色 但我的年齡有點尷尬啦 現在嗎 不會啊不會啊 演那種都會女子 都會 你如果演張艾佳的戲應該蠻OK的喔 真的嗎 我覺得 但我又沒有覺得自己很文青 我不知道 這可能需要思量一下 但是Anyway 總之燕姿覺得說他應該是有一部大螢幕的作品 不管小螢幕大螢幕就是 戲劇 可能吧 對 至於他何時會誕生何時會出現沒關係 我們就是 請大家拭目以待 靜待那個作品 好像在拍一樣 靜待友人作品的出現啦 對啊 但是呢昨天這個在那個華納姓伊威秀的這個 嗯 蓋音會上啊 看到很多久違的粉絲 我覺得還蠻激動的 對 謝謝大家來支持這樣 對還有人把你的風衣給拿走了 是 而且這個風衣其實就是 就是因為跟妹妹一起 對啊 全世界 對 只有這一件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有很多件 很多件 但我也只做了這一個 只做這一件 對 我以為說你們設計只有這一件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別件 抱歉 其實想要擁有還是有其他的管道 管道 對 所以你會想要去玩玩服裝設計嗎 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你自己在學畫畫嘛 嗯 可以 不知道 畫畫現在到還有在持續進行中嗎 我畫畫是非常初級 就是希望 希望可以找時間做啦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對啊 所以這個2017年轉眼間快結束了 然後呢燕姿給大家一個這麼好的專輯 即將到來的2018 有沒有什麼一些期許或是想跟哥迷說的話 嗯 自己的期許當然就是 欸專輯好好的宣傳 呃宣傳之後就可以 欸 再看 我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嘛 去focus你很熱愛的東西 然後欸做好了 就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嗯 所以下個階段我也很期待 嗯 那想對歌迷說 欸這張專輯 謝謝大家給他機會 嗯 因為其實我知道跳舞飯谷是一個不容易聊 或者不容易喜歡 跟以前你很不一樣的作品 對對對 他不容易喜歡 所以嗯 要謝謝歌迷就是 嗯 先擁抱他 因為歌迷就是很容易擁抱你的東西 嗯 所以讓我有這些空間 做更好的東西 太好了 就像哈琳哥說 他這個出道30年 他說很棒的是很棒的 然後很幸運的是可以把興趣 變成自己的職業 對 然後就可以享受在其中 對 所以有一個這個天天年年的照片募集活動 快結束了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喔 天天年年這首歌呢 因為後來也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 天天年年這首歌是在講說 還好我記住那一天 那我自己放了 那我自己放了 就是我得獎的那個照片 嗯 然後 因為從那天開始 我就 就是往下衝的感覺 嗯 嗯 然後也希望說 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在你生 生命中 有一張 的照片 你看了 想說 還好有那一天 的那種感覺 希望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那這個分享管道有當然像Facebook 或者你用那個Hashtag 嗯 還好我記住那一天 或者雖然之天天年年這樣子 嗯 就是去上網看一下 嗯 記得這個此時此刻也分享出去 對 因為我們很想就是收集了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MV 然後把它剪在一起 然後看的時候大家就會有很多感觸 因為大家想要記住的那一天 是很不一樣的 對對對 對 所以呢很好玩的活動 歡迎大家可以踴躍的參與 那今天不管怎麼樣 這個希望燕姿可以享受 這一次呢 專輯帶給你的一些 所有的快樂感動 謝謝 然後那謝愛張 不要再讓我們等三年了 啊 也很難說 可能是四年 沒有沒有沒有 但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很開心跟燕姿聊天 Thank you 祝福你越來越好囉 謝謝阿倫 先跟大家說再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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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